- 國際服玩得像骨兒,但沒關係,你有好好兒 大家好,我是好好兒 今天呢,10月13號,是好好兒本人的生日 那也是POE3.16版本有多新,有發布新的資訊啦 那我們就兩分鐘一樣,來速看吧 首先是,紮納地圖遺詞罪 這一季大概是裂痕比較有看頭,然後戰亂也不錯 再來就是最下面的凋落啦 再往下滑的話是,永恆地王迷宮有改進 那現在呢,我們不需要在地圖中完成所有的昇華試煉了 就直接前往試煉者廣場,然後支付這個女神祭品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打試煉了這樣子 那再往下看呢,鋼鐵意志輔助會變成關鍵天賦 那再下面呢,是我認為本季最有看頭的道具 這個東西啊,是非常強的東西,我們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看到它,它是可以額外有三個附魔詞綴啊 所以等於說,它可以有四個,因為這邊是額外嘛 它可以有四個附魔詞綴 那,有點那個感覺是它送你 就是你帶這條項鍊的話,你就會有四個天賦點的意思 而且還是遠距離的天賦點 就很香,所以我非常期待這個項鍊的價位 還有它的用法,因為我也會想要研究它 像假設你是COC的話,你就可以點個什麼 呃,那個最上面那個,能量護盾的 那個有點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能量護盾的跟暴擊的,你就可以去找 對,那就非常強,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厲害的項鍊 好,那我們今天的資訊就會到這裡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對,那我是浩兒,我們下一期再見 期待它的新技能啦,就這樣,掰掰